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给大家分享的是,研究人员终于发现咖啡和寿命的关系,看完后会没早点知道,国内的提神饮品当属茶叶,国外的提神饮品必然是咖啡,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咖啡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有人曾专门做过一个调查,一个澳洲人平均每周能喝掉十杯咖啡,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了,而且,每个澳洲人都有他们独特的咖啡习惯,咖啡豆产自哪里,是不是手磨的,咖啡师的技术如何,很多人甚至会详细到要求,牛奶和糖分的多少。 所以说,澳洲将咖啡上身成为了一种艺术,随便一家在街角不起眼的咖啡店里,都能制造一杯醇香浓郁咖啡,就连在中国广受青睐的连锁品牌星巴克,都被许多澳洲人不屑一顾。 但说到澳洲人喜欢咖啡的原因,大部分人都单纯地觉得,是因为澳洲咖啡好喝,其实不然,背后还有一个主要原因,直到今天才被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公布。 哈佛大学科学家公布,喝咖啡有一神奇功效。 世界权威哈佛大学近日公布了咖啡对健康的功效,喝咖啡或能降低15%大肠癌的风险,如果每天喝两杯咖啡能降低43%患肝癌的概率。 与此同时,世界上另一所知名大学,瑞士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也表示,胰岛素的功效在未来可能被咖啡所替代。 糖尿病目前是全世界最流行的疾病之一,全球约有超过3.8亿的糖尿病患者,每年因糖尿病引起的心脏等疾病会杀死近8万人。 对于患有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注射胰岛素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虽说注射胰岛素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并不完美,因为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保持血糖水平,不但麻烦还很容易忘记。 研究小组发现,有一种肾细胞如果在血流中检测到咖啡因成分,它就会相应地产生胰岛素。 随后,它们在食肢患有糖尿病的小白鼠中进行了试验。 当小白鼠引入咖啡的时候,它们体内对于血糖浓度的控制能力比一般的老鼠都要好。 研究小组表示,人类体内也有类似的肾细胞,具体生产胰岛素的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其实,这项实验结果绝不是空穴来风。 美国哈佛大学一项针对12.6万人进行的研究显示,常喝咖啡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较低。 这项研究给许多糖尿病患者带来了曙光。 也许,未来的糖尿病患者,只要简单地享受一杯咖啡,就能促进胰岛素生产,并彻底不需要再额外入社了。 除此之外,咖啡的好处从医学界的视角来讲有很多。 其实,从降低死亡风险,到降低某些癌症和糖尿病的风险,再到降低抑郁和帕金森病风险。 咖啡一直就是医学的宠儿,只是你不知道,咖啡可降低节肢肠癌患病风险。 最近的一项美国南加州大学诺利斯综合癌症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件事,让大家对咖啡的爱诱深了一层。 咖啡可降低26%的节肢肠癌患病风险。 这是一项以色列北部以人口为基础的节肢肠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研究者为5145例节肢肠癌患者和4097例无节肢肠癌病适的健康人制定了一份经验症的半定量的咖啡摄入频率问卷调查。 研究数据显示,在矫正了已知的危险因素后,一天一到两份咖啡消耗量能降低26%的罹患节肢肠癌的风险。 且随着咖啡消耗量的增加,节肢肠癌罹患风险逐步降低。 这一趋势在节肠癌和直肠癌均很明显。 很惊讶吧,咖啡因竟然没有单独发挥作用。 研究者说,咖啡内含有多种促进节肢肠健康的成分,咖啡因和多酚有抗氧化作用, 类黑菌能够促进节肠蠕动,二T类物质可以抵抗氧化应激损伤。 咖啡降低节肠癌患者的癌症复发率 丹娜·法博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在《临床肿瘤学》杂志上发表研究称, 经常喝咖啡可显著降低肿瘤复发和提高节肠癌三期患者的存活率。 这项研究随访了953名接受化疗的节肢肠癌患者六个月内的膳食模式, 他们发现,每天喝四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咖啡因含量约460毫克, 比不喝咖啡的患者癌症复发的几率要低42%。 在随访期间,那些顶期喝四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 比不喝咖啡的患者低33%的几率死于癌症或其他任何原因的死亡。 且进一步分析表明,较低的癌症风险是由于患者所吸收的咖啡因造成的, 而不是咖啡的其他成分的量。 咖啡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意大利米兰大学临床科学与公共卫生部米兰药理研究所的研究学者 曾在《临床未肠病学与肝病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 摄入任何种类的咖啡可能使肝细胞癌风险降低达50%, 这项报告检查了1996年到2012年间进行的16项研究, 总计3153个案例。 研究者表示, 咖啡预防肝癌的积极作用可能要归功于咖啡被人熟知的预防糖尿病的功效, 而糖尿病则是导致肝癌的因素之一。 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咖啡能预防肝硬化, 对肝脏中的煤起到有益效果。 咖啡降低黑色素瘤发病风险。 2015年1月20日,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表明, 每天喝超过4杯咖啡, 可以在10年里降低20%的皮肤癌风险。 这项研究全面观察了44.7万名受试者, 涉及124项食品问卷调查, 受试者的年龄在50至71岁, 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均未患有癌症。 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过程中, 有2900多名受试者患上了恶性黑色素瘤, 1900多名受试者患上了另一种皮肤癌, 原味黑色素瘤。 排除年龄、饮食、家族食等因素, 只考虑含咖啡因的咖啡与黑色素瘤之间的关系, 每天超过4杯咖啡, 可以在10年里降低20%的皮肤癌风险。 从理论上来说, 咖啡中的各种成分被证实能影响相当数量的分子路径, 而这些路径能够降低与紫外线相关的皮肤癌的风险。 如此,以人类为试验对象进行的大药本研究 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咖啡能抑制乳腺癌生长 英国Lund大学的Skin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 在Clinical Cancer Research杂志上发表研究结果称, 对于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并且应用 塔莫西芬进行治疗的女性喝咖啡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 减少复发风险。 这项研究针对瑞典1090名诊断为远发清洗性乳腺癌的患者, 主要评估两种通常产生在瑞典咖啡中的物质, 咖啡因和咖啡酸与肿瘤特征和无病生存期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接受塔莫西芬治疗的至少500名妇女中, 每天至少喝两杯咖啡的妇女, 乳腺癌复发风险是喝两杯以下或不喝咖啡的妇女的一半, 且肿瘤体积较小, 发生激素依赖性肿瘤的比例较低。 研究者认为, 咖啡因和咖啡酸能导致细胞周期进展受阻和增强细胞死亡, 加强塔莫西芬治疗的效果。 咖啡降低头颈癌发病风险。 日本艾滋县癌症中心针对头颈癌的调查发现, 每天喝三杯以上咖啡的人, 头颈癌发病风险比喝不到一杯的人低了约40%, 每天该喝多少咖啡? 咖啡有诸多好处, 但是任何事都有个限度, 每天喝多少咖啡好呢? 谁说都不算, 还是看科学研究吧。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教授及其同事做过一项大型研究, 提示我们在从不吸烟受试者中, 每天饮用咖啡小于等于一杯, 一到三杯,三到五杯和大于五杯受试者的全因死亡率分险, 分别下降6%,8%,15%和12%。 死亡率下降主要于心血管死亡率, 神经系统疾病死亡率和自杀死亡率下降有关。 这项研究于2015年11月16日发表在《循环》杂志。 再结合前面一些降低癌症风险的研究, 或许每天两到三杯咖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完之后是不是很惊讶, 喝咖啡竟然有这么多好处? 但有一点要记住,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咖啡, 像是肥胖、高血压、肾衰竭、 心脏病患者以及长期世面人群等, 喝咖啡不但没有好处, 反而会危及到生命, 一定要多加注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糖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